前龙年间直立顺天府发生一起新主人打死家奴的案件 齐人阿林花重金买了两个家奴 却在办理手续交割当天将其中一个打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花巨资买家奴 又为什么会下此毒手 这背后究竟有何眼情 按照律例规定 齐人欧币家奴最多涨一百 前龙帝却钦定将阿林除剿 这是为何 前龙皇帝认为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哪里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百话教授为您讲述 打死为过户家奴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清乾隆五十六年 也就是一七九一年 直立顺天府三河县 以居如包丘三水为名 乃是清出圈地最强烈的地方 也是齐人与汉人杂居的地方 当初圈地的时候 该县的汉人基本上都沦为了奴仆 但是齐人大多数都是懒于耕重 所以将所圈之地大多点卖给汉人 而随着八旗生计日渐艰难 这个时候作为齐人奴仆的屯居齐下加奴 若是有些钱财 是可以殊身为平人的 却说三河县方圆 屯屯有个旗下加奴 名叫侯振吉 其祖上在清出被齐人跑马圈地的时候 沦为村居齐下加奴 也就变为奴吉 世世世代代都不能够脱离奴吉了 过了一百多年 到了侯振吉这一带 主人赫森逐渐穷困了 在难以度日的情况下 就将百余母土地点卖给侯振吉 主人将土地点卖给屯居齐下加奴 虽然加奴的身份不能够改变 但拥有土地所有权 除去应该交纳主人的钱粮之外 收获全归自己所有 这样在积攒几年 争得主人同意 交纳一些银钱 便可殊身为平人 作为平人 虽然要向朝廷交纳赋税 但毕竟是国家的编户 主人则不能够任意欺凌了 屯居齐下加奴 有自己的打算 主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如今 土地已经归屯齐下加奴所有了 即便是还交纳一些钱粮 也不能够过多地高于朝廷征收的粮食 屯居齐下加奴省吃俭用 迟早也会富钱 而主人已经靠典麦祖上跑马圈地的土地度日了 日子越过越艰难 允许屯居齐下加奴赎身乃是迟早的事情 就这样让屯居齐下加奴脱离奴集 点麦的土地还归屯居齐下加奴所有 作为主人如何不嫉妒呢 齐人主人和森乃是八旗闲散 也就是没有任何官职的人 虽然案例可以得到八旗钱粮 但毕竟是有限 更何况这些钱粮从清出定下数额以后 就再也没有调整 那么这些钱粮在清出的时候 是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那么到了钱龙时候 随着通货膨胀 物价上账 这些钱粮显然是难以为生 故此出现八旗生计的问题 和森无官无职 拿着闲散的钱粮显然是难以为生 也就不得不出卖祖业 和森的祖业主要是仙人在三河县所签之地 当时总共有万余亩 至今父亲的时候 已经所欲不足千亩了 有道士 越卖越穷 土地少了 齐租也少了 生活来源也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只有点脉剩余的土地 恰巧 屯居旗下加奴侯振极 一直想脱离奴籍 自爷爷那辈就开始积攒钱财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从主人那里出身 为此 为此已经从主人那里买下十余亩地 这次见主人还要卖地 便找到主人和森 说自己有意买地 所纳主人的钱粮也比别家要多一成 见有利可图 和森便把百余亩土地卖给侯振吉 听其公众 自己也坐享其成 却说和森有个堂地 名叫阿林 也是闲散其丁 无官无职 整天提龙驾鸟 游荡于九四茶馆之间 听戏调侃 包揽一些辞诵之事 兴风作浪 继此敲诈一些钱财 以为生计 当他听说唐兄和森把土地卖给屯居旗下加奴侯振吉时 顿时觉得这可是一出大财 便请和森到九四饮酒 名为兄弟联谊 实际上是另有所图 在酒汗耳热之时 阿林把自己要买奴仆之事讲出 和森此时正缺钱财 见阿林肯出钱 便师资大开口 要三百两银子 因为他知道侯振吉名下有百亿亩地 每年要交的钱粮 总要接近百两银 若不是急着等钱用 是无论如何不肯出卖的 阿林当然是讨价还价 彼此都不相让 还是阿林有心计 先要和森写下卖身器 再拿到官府加盖官印成为红器 然后给一百两金金 再全部接收侯振吉及全部田地 再给付另外二百两 加奴地位卑贱 他们的生杀与夺都是主人一句话的事 和森与阿林三言两语 就将侯振吉父子俩卖给了阿林 并且已经拿到了一百两金 那么阿林如此迫不及待地买进加奴 很明显罪翁之意不再久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能如他所愿吗 当侯振吉父子俩得知被卖给了新主人之后 他们会怎么做呢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百话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打死未过户加奴 两个人买卖加奴之事 很快就被侯振吉得知 按照八七则立规定 土地点卖要蓄由本主自辩 如今主人和森将自己出卖给阿林 刚刚从和森那里买下的土地 自然也就归阿林所有 若是这样 侯家经过三代努力所得到的这点财产 也就化为乌有了 侯振吉如何甘心 便与儿子侯天路商议对策 侯天路认为 与其让新主人霸占全部土地 还不如换成献银 因为土地是不能够隐藏的 而献银藏起来容易 有了银子 将来先用来书身 再质买土地 成为编户齐民 主人便不能够奈何我们了 商议已定 父子俩便将土地全部出卖 换成银子而埋葬起来 那边阿林与和森 办理买卖奥买卖奴仆 这边侯振吉父子便卖土地 彼此都很着急 阿林着急 是怕侯振吉父子藏地财产 侯振吉父子着急 是怕新主人霸占土地 彼此着急 办事也迅速 阿林为了尽快得到红气 只好另外出钱 会了办事人 快点办理 侯振吉父子 为了得到献淫 即便是被别人压低戒格 也毫不犹豫出手了 几乎是同时 阿林得到了卖身的红气 侯振吉父子 把土地全部换成银两 阿林拿到红气 怕侯振吉得之而转移财产 从衙门出来 要急忙找侯振吉 告知 何森已经将其出卖给他 要侯振吉拿出土地契约 及钱财进行交割 侯振吉此时已经把土地全卖了 银两也藏匿完毕 所以见到红气 也不吃惊 别看侯振吉是个旗下家奴 也是上过两年私塾 这是几个字 他将卖身红气 看了又看 然后说 您买的是我们父子人身 契约上并没有提及财产 况且我们父子也没有财产 只是给主人家种地单开 如今主人把我们给卖了 我们现在就要听新主人的安排 我们父子也不会什么营生 救回种地 若是新主人同意 就到新主人田地去耕作 除了一身之外 是一无所有 阿林本来就是为侯振吉的土地财产 才把他们一家买下来的 如今侯振吉说他们一无所有 他是如何肯相信 当即贺令手下 把侯振吉父子捆绑起来 逼问土地契约及天才 侯振吉父子 失口否认土地契约及钱财 阿林叫手下到四林那里打听 就知这父子俩已经把土地变卖了 土地契约肯定是没有了 但一定有银子 别让父子俩交出银两 侯振吉父子如何肯承认有银两 认凭新主人阿林打骂 就是不承认有银子 特别是侯天路 竟然敢顶撞说 主人买的是我们身 并没有买我们的财 我们自己的财 旧主人都没有找我们要 凭什么要给新主人呢 看起来是敌死也不肯拿出银子来 阿林恼怒起来 贺令奴仆把侯天路捆绑起来 逼问藏银之处 侯天路如何肯讲出藏银之处 阿林便手持木棍殴打 那侯天路自视为新主人的财产 还能够为主人干活 主人练习财产 也不会下毒手 便更加顶撞起来 使阿林恼怒异常 拿着木棍劈头盖脸地打着过去 也不管哪里是要害之处 一棍打在头颅上 侯天路便应声倒地 居然一命呜呼了 把人打死了 阿林并不惊恐 毕竟手里头有脉身红气 按照大行律令行律斗殴 奴婢有家长条规定 家长在奴婢无罪的情况下 被殴杀者 账六十图一年 奴婢有罪 家长殴杀者 账一百 按照规定 主人还允许纳熟 也就是交几个钱 就可以免于治罪 阿林以侯天路骂了他 便可以认定齐有罪 自己是齐人 按利纳熟 也死是不大 故此毫不在乎 何森已经完成交阁 奴婢死亡 与他毫无关系 还暗自庆幸 钱已经到手 阿林才去人死 自作自受 阿林本来就是奔着 侯振吉的土地而来 却没想到竹篮打水 一场空 他们早先一步将土地给卖了 得知这个消息 阿林恨得牙痒痒 他逼迫侯振吉 把卖地所得的银两拿出来 而侯振吉父子俩誓死不低头 阿林一怒之下 竟然将侯天禄打死了 出了人命后 官府会如何审理呢 乾隆帝认为此案非比寻常 他的微妙之处在于哪里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百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打死 未过户家奴 侯振吉失去儿子 七肯散罢甘休 便到三河之县那里 投靠 出现了人命 三河之县也不敢隐瞒 因为是齐人打死家奴 案例是不能够抵偿的 但也不能够不承担一些责任 三河之县便将案情如实申报 各级上司 这时的直立总督是梁肯塔 1717年到1801年在世 浙江乾堂人 乾隆二十一年 也就是1756年 顺天府举人出身 这样的出身 能够得到乾隆帝的重用 不到二十年便升为直立总督 则因为他特别会愧色尚意 对这种涉及齐人的事情 当然他不能够独断专行 奏报皇帝裁决 这是最好的自保 便上奏言 原河孙勤苦日慎 欲将切迈加奴侯振吉等出卖 阿林贪图侯振吉父子有资 英勇成百 言定身价银两 两四交足 立切牵印之后 阿林随向侯振吉生言 切买原油 寄向侯振吉所诈银两 因侯振吉出言回复 浙江医子侯天路用绳捆腹 自持木棍迭欧 伤众允命 因为旗下家人欧币家奴 缘无逆底之力 但这种贪狠行为 四应已成处 所以恭请皇帝定夺 钱龙帝看到奏章 当即批示约 阿林以府经致买之人 起义勒索 以致捆殴伤病 实属贪狠 将来定案时 自应照平人立逆底 方祖已照平允 在钱龙帝看来 阿林与何森的交易 是阿林看到侯振吉 家有财产 虽然已经有了红气 但新旧主人还没有交革 阿林便向侯振吉勒索 乃是贪狠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 乾隆皇帝将此定位于 辅经至买 也就是说交易尚未完成 侯振吉父子 还算不上是阿林的奴仆 若是这样 就不能够按照主奴关系 来练行了 可以说 乾隆帝明察秋毫 对于交易过程中 这样一个细小的环节 都予以关注 也就不能够不怪 阿林太心急了 没有走完交易程序 就以主人之威 逼迫侯振吉父子 也就无怪乎 乾隆帝要按平人处置了 亲定将阿林 拿付刑部审讯 先将其重则四十把 再行延续 并且将之纳入秦师策内 等待皇帝勾掘 行不 不敢委误 只好将阿林 按照平人来量刑 按照大清律律 刑律斗欧 斗欧及故杀人条规定 凡斗欧杀人者 不问手足 他物金刃 并脚尖后 行不 以此将阿林 逆为脚尖后 纳入 丘审情食策内 乾隆则已勾掘 就可以将阿林 处掘了 为什么会对这样的 其人予以勾掘呢 乾隆帝发布一指云 向来欧币家奴 远无抵偿之力 但阿林 致买 唐兄名下家奴 可知 缘分其本身家奴 其必 本欲为勒索起见 赐阴 未遂所欲 折行 捆欧伤命 既主谱之分已决 自应照平人力逆底 不得以欧币家奴之力 稍从莫检 事已 既行语告 将此案情皆 详细宣誓 述使贪暴不罚者 之所警卫 在乾隆帝看来 这种为了勒索起见 而买卖奴仆的 若再加以殴打 就是主谱之分已决 既然没有主谱之分 当然不能够引欧币家奴之力 之所以将阿林勾掘 就是让那些贪暴不法的 旗人们知有所谨 知有所谓 不能够再随便 欧杀家奴了 有人会说了 奴仆不是主人的财产吗 为什么侯振及父子 可以拥有土地 而且私自藏匿银两呢 要知道 大清律律并没有规定 奴仆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 奴仆家人不但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有时候假借主人之事 谋取财产 往往可以富可敌国 比如说 和珅的家奴刘全 被超莫使 家产有二十余万 珍珠不计其数 以侯振及父子而言 他们不可能从主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因为主人没有权力 只想 这些钱财将来出身 摆脱奴籍而已 在乾隆末年 类似侯振及父子这样奴仆很多 他们向其人交纳钱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八旗生计 若是听任其人随意处置这样的奴仆 在他们现在都有经济能力脱离奴籍的情况下 就会纷纷脱离奴籍 八旗生计就会成问题 这也是乾隆帝更深层次的考虑 为了八旗生计 就不能够再让八旗人 肆意虐待奴仆了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在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明朝规定 官员每隔三年需要进京朝进 官员进京本是为了考察政绩 然而在成化年间 却发生了一起官员在朝进期间遭遇欺诈的大案 治理一方的地方要员 为何会被小小的骗子哄得团团转 甚至最终落得丢官把职的下场 在下集节目里 百话教授为您讲述 进京朝进被诈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